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过去的2023年,全球半导体产业可谓是相当的不景气, 很多的企业都纷纷开启了减产、裁员、降薪等一系列降低成本压力的措施。 不过,也有少数厂商选择逆势对于员工大幅加薪,以争夺人才。 据日经新闻报道,日本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计划将把新员工的起始月薪提高约40%,首度突破30万日元大关。 这也是东京电子近7年来首次为新员工加薪。 报道称,东京电子希望通过提供与国外同业看齐的薪资来争取人才。 该公司将把所有新员工薪资调高85,500日元。 2023年4月入职的大学毕业生月薪为将达到30.48万日元, 拥有高学历的毕业生月薪为32万日元。 根据日本人事院2023年春季的调查,日本民间企业给予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平均约21万日元,拥有更高学历者则为23万日元。 东京电子一名消息人士表示,为获得人才,公司目标是让薪资和外国同业齐平。 报道称,东京电子预期在春季雇400名新毕业生,比去年增加50人,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新员工数量提高到500人。 根据东京电子公布的财报显示,2023年三季度,合并营收较去年同期大减39.7%至4278亿日元,合并营业利润暴跌58.7%至961亿日元,合并净利润暴跌59.2%至731亿日元。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,WSTS近日,数据显示,虽然2023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预计下滑,但在AI晶片需求强劲推动下,仍然上调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预测,预期同比增长率将达13.1%,总规模将攀升至创纪录的5883.6亿美元。 近期,WSTS上调期对2024年半导体市场增长预测,从2023年6月时预测的11.8%上调至13.1%,若按这个增速,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应收规模将刷新2022年创下的5740.8亿美元行刀。 在WSTS发布乐观展望之际,半导体行业已出现需求复苏迹象,主要是受ChatGPT带动的AIGC浪潮,以及PC智慧型手机需求改善而驱动。 其中,存储市场预计将引领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增长,销售额较2023年,激增44.8%,若迹晶贴市场则预计增长9.6%,影像感测器市场预计增长1.7%。 另外,业界人士近期认为,2024年对先进封装材料的需求量会很大,其中,长华科技、Nitching、重越科技、华丽等机体电路封装材料企业的订单能见度都很高。 日月光日前宣布,其子公司ASE将收购其全资子公司ASETest的设施,以提高封装产能。 行业观察家表示,日月光可能正在扩大其先进封装产能,以满足2024年不断增长的需求。 与日月光合作密切的供应商指出,该公司一直在下订单,为人工智慧相关应用的封装和测试提供支持。 消息人士称,长华科技、Nitching、华丽和重越科技提供先进封装和测试材料,包括锡精元、光阻剂和机板等。 供应商的订单也排到2024年底,他们将于2024年年初开始与客户就2025年的订单进行谈判。 消息人士补充,预计总体需求将继续上升。 华丽公司表示,AI晶片供应商独在,争相确保先进封装产能。 目前,该公司已获得主要客户的材料订单,该公司11月销售额同比增长23%,环比增长13%。 Nitching表示,对支援高效能运算HPC的散热器需求一直在增长。 重越科技则加大了对客户位于高雄的先进晶圆厂项目的支持力度。 该公司表示,2奈米制造工艺将增加EUV光阻剂、P料和锡精元的出货量。 此前,根据多方业内消息员透露,台积电2023年12月给研发团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。 肯定了员工的辛劳工作。 有报道称,研发团队所有成员都获得了奖励,6000元新台币起步,并根据成员的贡献有所不同,最高达到了10万新台币。 台积电回应称,公司一直秉持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的理念,致力于给予员工一个在同业平均水准以上的薪酬与福利, 在兼顾外部竞争、内部公平及合法性的前提下,提供多元并具竞争力的薪酬制度,并秉持与员工利润共享的理念,吸引、留任、发展、激励员工。 台积电近年研发投资稳定成长,公司统计,2022年研发支出为1622亿新台币,同比增长30.1%。 2022年研发总支出占当年度营收支7.2%。 截至2023年6月30日,台积电统计,公司研发组织的员工数量约8700人,其中1890位拥有博士PhD学位。 不过,业内人士认为,台积电本次颁发的特别贡献奖,暗示着台积电在2奈米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。 台积电去年已开始量产3奈米,晶片并积极推进包括2奈米、1.4奈米及A14和A10等制程的开发工作。 具体来说,2023年2奈米,晶片顺利研发市产后,将导入新竹宝山Fib20厂完工建设。 该厂团队正积极备占2024年风险性生产,并以2025年量产为目标。 A14预计2027年至2028年间进行市产与量产。 据外媒报道,台积电计划正在新竹科学园区和高雄南紫园区内继续新建2奈米晶圆工厂。 消息称,台积电计划在高雄南紫园区内新建5座晶圆厂,其中第一座目前已经破土动工,计划2025年1月前搬入首部机台。 而台积电园区在该园区的第二座晶圆厂又往近期动工。 高雄市市长陈其迈表示,第一座晶圆厂的进展正在按计划进行。 同时,2023年12月中旬已经向台积电发放了第二座晶圆厂的杂像许可证。 另外,根据近日消息,台积电位于新竹科学园的2奈米工厂已经完成钢构工程,正进行捷径式等内部工程。 竹科管理局局长王永壮说, 宝砂二期将是台积电2奈米生产基地之一。 目前公共工程与建厂同步进行中,第一座厂将于明年4月移进机台设备,动线已勘查完成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企业,在先进制程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。 此次计划新建的两座晶圆厂将采用更先进的工艺技术,进一步提升台积电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。 这也意味着,随着二奈米晶圆工厂的陆续落成和投入营运,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,并为全球整个科技行业提供关键支持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